30.香港經濟日報 風險為立星繼續薄反彈 2015年7月14日投資理財B01投資專輯希臘脫歐的危機暫解除 加上內地股市繼續反彈,刺激港股重上25000點關口,短期可繼續薄反彈 希債援助協議達成內地股市連升第三個交易日,午後歐元區領袖與希臘達成債務協議 見B03分析希債有望解決聚焦美國加息,刺激期上升 期存日上升322點或1.3%,收報25224點,國指上升1.2%,收報1203點 可惜成交縮減至1368億元 內地股市方面,上證指數增升穿4000點,最高見4030點 但美市回落,收報3970點,升2.4% A股重磅股如內銀股、保險股、石油股下跌 資金儲傾向買入中小型股,中小板子及創業板升3.9%及5.8% 跑贏大盤 另外,366隻股份昨日復排,但並未有拖低大市 內地獲盤形勢方面,四大藍籌 股指期貨則低水幅度擴大,中正500股指雖升,但美市波幅大 留意本週五是本月期指交割日,短期股指走勢形式焦點 短期而言,中港股市連日反彈,短期反彈姿勢或持續 施及國指昨日已重回25000及12000點以上,以第二季高位置上周低位跌浪反彈0.5倍計 施及國指反彈首目標為25712.25700區,及12836.12800區 至於內地股市,本週五為股指交割日,國家隊或會持續互盤 現負可望靠穩,上正有望穩期於4000點以上 以上月底至今滴浪反彈0.5倍計,反彈目標4275點 內地股市仍全林擁中谷隔央 內地股市走勢仍不太明朗,一來,兩融發展走勢不明 中正監推政券賬戶實名制及限制虛擬開戶等,旨在管制場外配制 另方面,兩融如額上周五指跌回升,往後兩融如何健康發展 對內地股市中指灰挪傾向 二來,內地散戶過往中情中小型股及創業板指 但這類股份近期爆煲後,散戶又會否轉投大型股 仍要觀察,在需要消化之前升市的海貨出逃 以探索下一階段健康發展方向之下 內地股市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想落整股 策略而言,中港股短期迎取反彈階段,可逐迫反彈 留意短期股份走勢可能變得分化 博反彈而選一些A股大升的板塊 如核電股及公路股等 另外,可留意國策相關的題材股 此階段各股走勢仍相當波動 博反彈同時留意鹽手指4 指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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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